小朋友大家好我是宇峰叔叔 歡迎收看今天晚上的第一屆通通音音杯 我是主播宇峰叔叔 這一次也是趙冠麗邀請到兩位 不是趙冠麗這次比較特別有兩位賽評 首先第一位的是M區大大藍風 嗨安我是藍風 下一位也是M區大大 兔希 大家好我是兔希 現在是第一次的兔希現身嗎 對 今天的比賽是通通音音杯 先來說明一下比賽規則 比賽規則是以BO3賽制 你們要選兩個主戰者獲得兩勝 就是兩套牌組都要過 才算是這個BO3賽的勝利 那牌組的構成來講的話 你只能選擇 稀有度為白銀跟青銅的卡片 等於說金卡跟紅卡如果存在於你的牌組工程中 就是屬於威力犯規的情況 然後就直接算判敗 首先這一場第一場64強賽 就是由星彩對上星葉 那星彩這邊的話他帶上了精靈龍竹 還有復仇 然後星野這邊帶上了復仇者跟巫師 藍風你怎麼看 你覺得這邊的對局來講的話 他們兩個人這樣帶牌 你覺得哪一邊比較有勝率 應該是 精靈 精靈嗎 你覺得精靈就是 快腰嗎 你這次在組牌的情況下 我記得你有就是 組那個通通音音杯的一些牌組嗎 那你覺得什麼樣的牌組 比較有力 我沒有組比較有力 我是組我喜歡的 我是組皇家 我自己在研究下發現 就是其實中立軸來講的話 可能是比較會有人選用 再來就是 妖精節奏要部分 因為妖精的卡片來講的話 西偉都都不用說非常高的 也是可以打出一個 不錯的節奏效果 就是你只要順著下 對方就很難解 欸怎麼回事 欸怎麼投降啊 啊 喔對戰是重開啊 我們馬上開始的第一場是 64強賽 由 這個是第一區還西區的 那個回章 由星葉對上 星材 然後一樣沒有那個 上帝視角 因為星葉這方面的話 是沒有加到我的好友的 在那邊OB系統無法開啟 好首先以 星材這邊的 手上的牌來講的話 看起來 喔唷 一費勁了一張的哥布林 哥布林 1 2 3 如果他這邊出 欸 二費沒東西 這復仇者可能有點卡喔對不對 對 復仇者這方面的話 他比較尷尬一點 二費是直接空過 對於復仇者體氣之下的話 二費直接空過是非常的難受的 所以現在 他打出了這張人偶房 結場 你覺得他是 怎樣的 配牌的 那個 就配合那個 九 九費那個叫什麼 諾牙 對 就是應該就是一個 諾牙核心的 對 然後可能會放藍天使 就是人偶機走流 後期的 所以快要應該有優勢 啊目前 心裁這邊是直接把他的節奏給打滿了 那接下來4PV的話 如果 如果你是妖精來講的話 那個 吐吸你會怎麼出 吐吸真的不見了 ㄉㄆ 那藍波你會怎麼出 還說 你說誰會怎麼出 你就是 你是新財 你是新財 就妖精這裡的話 你說四費 嗯 一樣是量子妖精家那個娘 Alex 哎喔 他這邊是直接選擇前壓了一個 金基之身 對於傀儡流來講的話 遇到的金基之身是非常痛苦的 因為他所有的 所以就直接被交戰的經濟之聲給轟掉 對啊 經濟之聲很強 但其實剛剛如果去選擇說 先拍兩隻妖精加她的妖精女生一死者也是另外一種選擇 因為通常不會在對方 不會太想在對方空場的時候拍經濟之聲 你會少一次的那個冷卻時間 少一回合 回來了 歡迎回來 我現在是對方 幫 喔 妳還可以一直叫聲 妳不能說話 好 接下來這邊 心裁這邊她直接 進化了天蟲 戰士做一副的搶血 哇 這個 這個妖精打得很兇啊 蠻兇的喔 直接靠臉 太兇了 不怕 跟吐息啊 不怕 呵呵呵呵 妳的惡說 好可怕 呵呵呵 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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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神 怎麼了 怎麼了 沒有沒有沒有 趕快對戰局下個判斷啊 判斷嗎 對啊 我覺得她會解場啊 呵呵呵 欸 她是要靠臉嗎 這邊她直接選擇了魔槍的傭兵直接坐臉 因為對方的 呃 傭兵是都有下到盾的情況 就是她下了基偶戰士 讓她的 手上的玄師傭兵 全部都是附加盾的狀態 那這張的天蟲戰士是過不了的盾 現在 現在這邊的妖精的話 可能要怎麼打 比較好呢 哈囉 這裡有點麻煩 因為我不太會妖精 你不太會妖精喔 對啊 因為我最不會的就是妖精 我其他應該都可以 那吐吸的話 他只會吸血 沒關係啊 你們就可以發表你們的感覺 覺得怎樣打比較好 都可以 我不知道 賽平是菜鳥 然後如果這邊的話 因為我 我比較偏向於就是會把節奏打滿 那我會去 嗯 去蹲那個紅靈巨蟹 是可能是我比較想做的事情 因為畢竟你去截這兩個盾 他當然還是消失 沒有太大的意義 走喔 走過 這個場面 很像就已經GG了耶 沒想到 也是傀儡直接一個 反殺耶 我覺得是因為 妖精的體質有點低 很難解 我覺得他剛剛那一首就是 真的蠻好 他是直接用那個玄之傀儡 然後用 用這一張的基偶戰士去賦予全部的玄之傀儡 守護了效果 然後保護住了他那一張的 那一張 這張我怎麼有點忘記名字了 反正他進化之後加很高的攻擊力 這是一個 低驅的反擊嗎 龍族 龍族 應該是臉龍 對 臉龍 好 其實一直以 其實星才的牌來講的話 近的都還蠻不錯的 他EPB節奏都打出來 然後接著的話 他可以做一個 二三四的 也是一個很順的節奏 那你覺得這邊 巫師來講的話 他的牌型是 怎樣的牌型 他現在那張應該就是 快圖 可是沒有放金卡的快圖 那 沒有金卡的快圖的話 可能要 仰賴於什麼樣的牌 算是 不要他的核心 那個守護者 那個 鏈層數 就是那個守護者鏈層數 然後一直鋪出來對不對 對就二三三那樣 等於說他就是一個 鈍鈍 鈍鈍的巫師 然後專門來抓快攻的 就很硬啦 然後又可以 又可以擋又可以打 這邊我是覺得 應該要打臉 這邊應該要打臉 因為我覺得 換有點虧 千攻的話 沒有啦他的後攻 兩位賽平如果你們有什麼想法 覺得哪邊可以怎麼打 可以盡量發話 踴躍發話 我有講是吐息 我不知道 這真的是一個吉祥物 不行這樣 好啦接著這邊的話 到了進化點 蠻重要的一個回合 然後齊哥飛是 丟不下去的 齊哥飛喔 他可以用 哥布林 打那個一點 然後丟齊哥飛進化 再撿那一隻 丟齊哥飛進化 會不會覺得 沒有觸發 到那個效果有點虧 沒有啊我說 哥布林先打那個盾 喔喔喔 對這個觸發到 這樣很賺 那如果這邊 心裁來講的話 他是覺得 可能節奏比較打滿 他想要拿齊哥飛來 斬大怪 保留著 然後做一個 歌劇機也是一種選擇 烏斯這邊應該是沒有大怪 接著烏斯這邊的話是直接做一個 天輪巨像直接走臉 再度不交流 那看起來這一隻的 二二的 二二的那個 劍行煉金術師也是會直接做個點 恩恩 對 你找一個右手的玩家跟一個專業 復仇心的玩家 但菜品有點不全面 好 這樣是要玩鬼 我以為他們對上很多很多的那種 很多很多的敵人應該也多少會知道 怎麼玩啊 我是菜鳥 我 我是做的 好這邊的話就是一樣就是 心裁 他丟下 七個飛做一個雙減 然後把場面維持住 那剛剛的那一隻的 守護 沒有沒有 天輪巨像是等於說直接送出去了 不好意思 那等一下如果出現復仇C的話 兔西要講解囉 應該我有吧 有啦 沒有被解的復仇C 巫師這邊的話就是 矮人力金術師直接 做一個進化找牌 我不知道他是在找什麼關鍵的牌 因為我們現在不是 那個上帝模式是看不太到的 但是他可能是手上的牌都沒有 他必須要拿到那張核心牌 所以他進化矮人鏈鏡術師 不然的話正常的情況下不會去選擇 進化矮人鏈鏡術師 因為他的本身進化之後會虧個意義 中文字幕視聴起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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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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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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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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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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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